大家好,華記10月25日深夜報導 今天有些網友想我講講美國大選 距離不足10天,即將會有美國總統會誕生 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鬥毛鬥奸 但我不太懂政治,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 布殊和沃爾在美國總統選舉時 明明是全美國一人一票 但因為布殊的選舉制度是用選舉人票 不是人多過贏,是比例代表制 2000年,小布殊贏了 上一屆,希拉莉和特朗普更誇張 希拉莉總共的票數是贏了300多萬多張 但在選舉人票,剛剛又輸了少少 變成特朗普贏了 我想問泛民,你們經常追從的一人一票選特首 現在別人一人一票選美國總統 不是最多票的人贏 即是你們經常說一人一票選特首 原來是這樣玩的 所以我不太懂得評論 不過呢,我先看看這段影片 因為有個網友傳給我的 他就說現在呢 為什麼英國呢 希望可以把你一百幾十萬的 那些黃絲壞佬去英國那裡 因為原來英國比香港更嚴重 現在英國那些一線城市的店舖 周圍環境是非常之差的 非常惡劣的 即是香港比香港更好 國內就旺到爆廠 今天我看看曾凱琪Edison 他那個Youtube就說 哇,在東門水洩不通 那些人全部都沒有戴口罩 成都旺到成航成辣在東門 現在世界各地 你看到美國的新型冠狀病毒 又突破新高 接著呢 他這裏說是絲橫騙野的 但今天呢 我就想說什麼呢 就是 在美國的總統選舉 無論特朗普也好 Wall也好 即是你給我的見解 即是我的政治觸覺有限 我就是覺得呢 如果被拜登贏 就全世界贏 如果被特朗普贏 就美國輸 為什麼呢 你如果選特朗普贏 美國一定輸完 因為你經常到處搖交打 搞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你說 喂 那你特朗普贏 是不是全世界輸 未必 喂 可能全世界聯手對付特朗普 因為他那些事情 無法無天 所以如果是拜登贏 就應該全世界贏 因為起碼 舒緩一下 沒有那麼緊張 那我個人呢 也都沒有什麼期望 也都 在理論上來說 應該 特朗普贏 就應該美國的 衰退就會快些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沒有在乎誰好 即是誰贏 和誰輸 在我們中國人的角度 他只會更加團結 我們中國人 好像奪貫 那樣 喂 你遇到越大的衝擊 只是會令到我們中國更加強大 無論你特朗普贏也好 和拜登贏也好 即是拜登贏和特朗普贏 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不重要 作為中國人 鬥硬正 只不過是最慘 就是慘在美國那班 本土公民 他會令到種族 會仇恨 有歧視 接下來的兩條片 就是當地的華人 住了很久 就分析 如果特朗普贏了 就會陷入內戰一個月 要大家的人 即刻防擊 把糧食 以及美國本土都拍了一條片 激進主義者 萬一特朗普輸 就糟糕了 所以 在接下來的兩條片 大家可以看看情況 今天先講這條片 謝謝 在美國居住的人 在美國居住的居民 記得從現在開始 將你家裡後備乾糧 食物、水 至少一個月 由11月3日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 全美國很多的城市 特別是羅省 早幾天 警察都叫所有警察 不准放假 取消所有假期 即是預算11月3日 2020年那一日 參選投票那天的結局 可能出不來 除非是Land Slide Land Slide 即是超過70% 都是支持特朗普 然後等他不能再腐敗 但是如果是少過51% 那很可能 民主黨用死人票 不成年的票 非法票 來到滲透 以及慢慢計票 去到兩個星期 很可能 美國會有一場內戰的暴動 例如 好像Antifa Black Lives Matter 以及其他人 收了無良人的人 會好像 早前5月、6月、7月 去打劫 暴動 火燒 可能當時 11月3日之後 大概一個月 有Unrest Civil Unrest 即是內戰 可能軍隊要出動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保守派的人 和當兵的人 已經計算過一條數 現在 民主黨知道他們 不會贏這場仗 也知道拜登是腐敗 也知道奧巴馬是腐敗 希拉里是腐敗 因為法庭在審問他們 只不過阻止傳媒 不報道他們 所以 如果你在美國 記得預備 食物、水 至少一個月 由11月3日至一個月 我自己預備了差不多兩個月 有什麼事呢 是不讓你出街 英文叫做 Marshall Law 是軍隊來執政 如果叫你不出門口 你強行出去 就隔十萬物論 所以我們 希望沒有這些事 但是如果很多警察 警察部門已經叫人 取消假期準備 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相信機會是很高的 嗯 在這方面 李小姐這樣說 大家留意一下 《洛杉磯時報》近日報道 一些由狂熱的白人組成的民兵組織宣稱 將會在大選當天 出動人員監視各地投票站 保護前往現場投票的選民 避免那些把票投給特朗普的人 遭到威脅 如果有必要 他們將會拿出武器捍衛投票 此外 這些極端人士還明確表態 只能接受特朗普勝選的結果 其他結果一概排斥 將會拿出武器 確保特朗普能夠繼續當總統 據悉 近期美國民間的這些武裝組織 漸漸浮出了水面 其中動靜最大的一次 是綁架密歇根州州長惠特末 FBI深入調查之後發現 試圖實施綁架的人員 均來自一個名為 金剛狼守望者的民兵組織 他們綁架惠特末的目的 是對他進行審判 深入調查之後 FBI又掌握了一些触目驚心的信息 這些人不僅接受過極端組織的訓練 並且綁架的目標不止惠特末一個 而金剛狼守望者想綁架的人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那就是和特朗普不對付 此外 惠特末在發表公開講話時 也提到了特朗普 暗示特朗普的共和黨 和這些民兵組織關係匪淺 雖然特朗普對此事揭默不言 但這些民兵組織已經主動攀牌 實際上 最近很多美國專家媒體民眾 都在擔心大選後會爆發內戰 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信號 都指向了內戰這個點 這些人所謂的保護投票人 實際上就是一種威脅 要是給特朗普投票 那就保護你 要是給拜登投票 就想辦法找別人保護吧 此外 只接受特朗普勝選 同樣也是一種威脅 就像之前一名美國記者說的 特朗普綁架了選民 選民只能給他投票 如果不給他投票 就要考慮清楚他落選的後果 所以在正常競選很難獲勝的情況下 就開始威脅選民 美國的大選真的靠譜嗎 答案很明顯是不靠譜的 美國總統並不是由選民直接選出來的 而是通過選舉投票選出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選舉人團能代表選民的意願 但極個別情況下 選舉人團則會做出和選民相反的選擇 特朗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是美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少數票當選的總統 獲得選票比希拉里少 卻在選舉的投票中反超了希拉里 如今特朗普落後的差距過大 已然不可能再次以少勝多 因此就只能耍賴皮 好看視頻 輕鬆有盛 特朗普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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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人選舉 總統 總統 特朗普總統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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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